大家好,我是Hey Channel的RIDER 今天就教大家煮這個 鹽焗秋刀魚 非常簡單,但有超好味的道菜 其實材料很簡單 首先我們就要有秋刀魚 在三個數字的店舖有冬物寶 你都可以買到 各大超市都可以買到 一匹大概三條到的秋刀魚 記得在吃之前的三十個小時 就拿出來先解檔 不少的當然是要檸檬汁 檸檬就可以突顯魚的鮮味 還有就是鹽 鹽是甚麼鹽都可以 餐桌鹽、蟹鹽、海鹽 你都可以用來醃魚 解檔之後你就可以用鹽擦均魚 那怎樣做呢?一會兒會示範給大家看 好,現在大家看到解凍就差不多的時候 血水就出來了 OK,血水將裂了 Hello 好,我們就先拿下鮮魚出來先 好,拿它沖沖水之後 表面都乾淨了 兩邊都OK的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的鮮切出來 因為通常我們買這些急凍魚 鮮的鮮還是在裏面 吃魚沒有理由吃鮮 而且鮮比較腥的 好,我們現在來了 除了我們要切鮮出來 其實裏面是尾湯的 你看到尾湯 即是說甚麼呢? 內臟是在裏面 所以那些腸 所有內臟 我們現在都要一拼切除它 因為根據我幾次的經驗 如果鮮打橫切的話 其實是會切斷骨食的時候 就很不方便了 所以大家看不看到 鮮都要有這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 我們沿著開了它 才做內臟出來 就可以減少我們切斷細骨的情況出現 好,我們現在打橫切開它 好,打橫切開了 大家就會看到這些就是內臟 很簡單的 我們用刀刮它出來就可以了 深入筆毛 刮 好多 腸、內臟 其實都跟著一條 就出來了 好,大家看到嗎? 這個就是筷子 面在這裡 揭開 這個筷子我們都要切出來 好,這樣叫兩下 整個筷子就一齊出來了 好,第二條又是打橫切 我們沿著條邊這樣切下去 好,這樣洗乾淨它 即是沖走內臟血水 攪拌好之後 就湯完 這樣就七七八八了 剩下來就是怎樣烹調 接著呢 接著呢,我們就加些鹽 醃一醃 剛才都說過什麼鹽都可以的 不過呢,我喜歡柔腎一點 所以我們就用一些天然的硬鹽 去醃一醃表面 好粗了 這樣塗就可以了 因為之後呢 你會搓均勻整條魚的 這樣搓 然後呢 反轉它 再下一點 因為你會搓 所以你怎麼撒都可以的 好了 這樣搓一搓 那三條這樣做呢 這樣就可以了 好,鹽就醃在魚的皮上 記得千萬不要醃在裡面 不然就走爆了 那我們下一步呢 就是入焗爐啦 好,把魚醃好 就放進去焗爐裡面 焗爐盆預先墊了石子 這樣就進去吧 因為各個焗爐呢 熱力和使用程度都不同 我這個呢 就180度 再加15分鐘呢 那其實就可以了 不用說太過熱的 因為因為焗爐 好,開始 那些魚已經在裡面焗爐了 好快有得吃 那這個時候呢 就準備檸檬啦 熟啦 登登 哇 好,上一碟 記住呢 就切個檸檬啦 喜歡加多少檸檬汁呢 就自己決定了 但一定要用檸檬汁 去提升它的鮮味 這樣就更好吃了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呢 是幫助大家 很好味的話呢 就給個讚我的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再見啦 好快 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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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除了 我敦 Paint 做很難 sound 也可以 放棄 有小鹹